大家好,今天繼續和大家講音響 這個節目就是希望可以在互聯網上高 和更加多的發燒友交流 因為灣區其實就不太大 所以認識朋友也相對起來不會很困難 但是要知道人們的嗜好是什麼 因為平日聊天不會說起 你喜歡聽音響 所以就拍多些片出來 讓大家知道 原來灣區有一班發燒友喜歡玩音響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聊一下自己的心得 和生路歷程 因為每個發燒友玩這些 都是希望可以上一個更高的境界 今天繼續和大家講一下膽 就是這些vacuum tubes 上一集其實已經和大家介紹過 講過是什麼一回事 那就是有些膽機 不管是前級也好或者是後級也好 就會用一些vacuum tube 好似譬如我手上拿著這隻 就是很有名的 Telefunken 如果我沒有猜錯 就是德國製造的 一隻的真空管 vacuum tube 大約不錯 大家可以看到厚佷的 裏面的結構 這一次有ial 我這次慢慢 camino 慢慢捷 divul expanded 用多一些光線 希望用我這台iPhone!!! 幫大家拍攝更細aring 細小bulus Telefunkon 它的音質特色 其實是夠輪 밟 時頗 很純 Dem 不會太高溫 insight 聽起來又不會太溫暖 又比較覆盡 很通透的,很transparent 如果你要我作出一個比喻 就好像喝礦泉水 即是聲音是很容易flow through 出來的 而且沒有說加鹽加醋 很neutral的一隻的蛋 所以很多人呢 就喜歡用Telefunkan的 比如像Macintosh那些 前級啊,用Telefunkan 下一隻呢,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favorite 就是Siemens Siemens為什麼會是我的最favorite呢 因為呢,它在這幾隻牌子之中 是一隻最有musical的感覺 最musical的一隻的蛋 那就是說,它沒有Telefunkan那麼通透的 聽起來,OK 但它沒有那麼通透呢,就有它的原因 因為它的中音,它的midts 就會比較多bloom OK 那就是它的中音呢 會是比較脹一點 那就有多些full body的感覺 那所以呢 其實很多時候音樂呢 那個melody呢 都是在一個中音那裡發出來的 那如果它的中音有多些 這些sweetener呢 這一隻呢,如果我要做一個比喻呢 就好像加糖那樣 在你杯東西那裡 加一兩顆糖 就讓它sweet一點 那些sound出來 那味道當然有改變的了 難道不少會有改變的了 有些distortion 你會聽到中音好像 大了一些 是吧 又或者full blown了一些 那但是其實這個是 有它的原因的 因為會令到那首歌呢 聽起來呢 它是musical一些 下一隻呢 就是Emperex 又是另一隻很出名的牌子 Emperex 那這個呢 應該呢 就是 這個 Dutch 荷蘭 荷蘭製造的 之前那兩隻呢 都是 德國製造的 這隻呢 應該是荷蘭 Emperex OK Emperex 它的特色呢 就是 Warm OK 比較溫暖一點 溫暖一點 就是音會比較dark 低音會比較重一點 OK 低音會比較重一點 但是它低音會比較重的 又不會說很muddy 那種重的 OK 就是不會說一塊東西 那樣 就是它都幾sharp OK 所以我想 就是因為這樣呢 是一隻 幾出名的 tube 對啦 因為它那個 Warm 是做得 都很有detail 的 OK 所以是很值得 去聽一下的一隻 真空膽 我就這樣 比喻Emperex 的膽呢 就是好像一粒朱古力 是甜的 又濃的 但是同一時間 也都會有一些刺激的 你吃下去的時候 是會很興奮的 最後一隻 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隻 Molar Molar 好像是英國的膽來的 OK 它的特色呢 跟Emperex一樣 都是向比較 是比較 比較 Warm的感覺 OK 即是 Bass會 比較重 音樂聽起來 會比較 慢 比較 Slow OK Molar呢 它跟Emperex的分別 雖然它們兩隻都是一隻 Warm的tube 但是Molar呢 那些聲音 會更比較 Round 那你說為什麼會喜歡 軟一點呢 那些聲音 是不是變得好像很Muddy 那其實呢 有些人是喜歡那些聲音 是蒙蒙隆隆 那樣 又帶一點溫暖 有些人是喜歡那種Feel 真的要看你聽什麼音樂 就好像譬如你聽 張國榮的《為你鍾情》那樣 嘩 那是很懷舊 很古典 又很悲哀那種Feel 那用這隻tube tank呢 應該感覺就很不錯了 如果我要作比喻 Molar呢 就好像一塊牛油那樣 塗下去你的食物上的 變得又香又甜 那樣 G earlier 我已經看好 剛好 ept